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應該下樓拿 沒想到半小時後 警察上門說有人檢舉群聚 但家裡只有四人 沒違規 我會滿不爽的 就是如果可以讓外送員被罰 我會讓他被罰 有點大體小作吧 對啊 因為畢竟滿意送員 是優惠啊 對啊 他個人家裡要 待到幾個人 應該是沒有什麼想法 之前也有客人訂了六個便當 堅持要外送員送上五樓 外送員報警 意外揪出物內 群聚 打麻將 那你怎麼確定他說 他人有那麼多人嗎 這種東西你也不能亂猜測 如果人家真的沒有那麼多人 你就害到人 害到他們這樣 也是三不五十人 這樣去警察局來關心他們一下 他們不是很尷尬 以我個人來講就是 現金單我一定不上去 因為在一樓通風處 對你對我都是比較安全的 光有苦笑 以後不能點超過五杯 小心被檢舉 但到底是外送員機警反應過度 還是狹運報復 律師提醒散布謠言 恐怕觸犯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不發三百萬 但無內的還是疲於分泌的原禁 30章的 盛須上雲台北以上報導